4月17号 旨在传播戏剧服务于生活理念的爱度2013北京国际女性戏剧节在北京日行盛大发布仪式 北京家庭建设促军会会长刘延宁 北京戏剧家协会运输长杨潜伍出席了活动 同时著名演员蔡明胡军以及社会名流李厚林等也亲临现场 为本届主题为爱的仪式的戏剧节开票 作为本届戏剧节赞助方之一的李厚林也表示 支持戏剧节有着长远的意义 女性艺术节并不简单的像我们表面所想象的那样 它只是为女性或者女性参与去干一件简单的戏剧的一件事 而它背后却是有很多的人文的一些特别有意义的深远的这样一种价值观 包括对于女性幸福 女性的这种生活品质的提升 对于社会的整体的生活品质的提升 其实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有顾娱乐部报 北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